比较多 队友正在往这边赶 这个机会找到了 稍微的把武器稍微还是有点 快了那么一点点时间 再等这个开着载机的队友往前摸会更好 这边直接露窃想要跑 那在两个人的夹击之下 G4 baby直接被连打逮捕 队友来了这波要打到底了 退是不可能退的 来嘛 是的 退是不可能退的 哦 完成突破了 直接补掉 队友都没了往后撤了 应该吃到到处了 再拉过来 C2K喷身上直接喷倒 上半身喷头 OK再切枪 腰射补枪的队友呢 来了 还好不算晚 能救 可以 DSS是有竞技机会的 能拉起来一个 857的血量实在是太低了 没办法了 第一支准备下周比赛的是HQ 这周的心态上还是6V的应该有一些变化 因为作为一支 重新组在一起的星度来说的话呢 他要去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 那适应比赛的节奏 小明要出师了 这站起来就看到了 这真是没办法 我再打一个 哦 牛 Pero连到两人 那这边的话呢 SMS的队友DL往前面去补充火力了 嗯 就来了吧 这两分补了就完事了 也没有说一定要把Pero在这个位置打掉 是的 从比赛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SMS这样的一个打法呢 会 特别的聪明啊 就是让他屁股后面的队伍越来越难受 他就会稍微 舒服 相对论嘛 就架住 是的 但是Pero的这一波 遭到了伏击之后的话呢 压力就变大很多了 因为我们是运营到了圈形的东边 高高圈面先等一等 对看一下阶段三 阶段三如果他倒上了就直接走那个东边的桥就完事了 没有车 这个跳下去之后有一定的僵直 但是关键时刻空了一枪 这是个消音啊 是好在是后面这个两枪是跟上了 你看这个消音就是导致 但你这个 风险系数还是有点高 咱们小游泳的一下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指示牌禁止游泳 对不对 这波多观察一下 也不会那么难受 哇 SMS开始了快乐起来了 火力车直接往前冲 牛马路停车 哇 牛马还直接被撞到 磨了 磨了 这波SMS打赢了 直接开车下来吧 WCG团灭了 越打手感越好 越打状态越好 今天枪很烫 75枪很烫 我这75 我在那边还埋了一手背身 这小战术玩的淋漓尽致 是的 如鱼得水 潘多拉装备不行 需要变还是 状态不好 2019纯迹赛MVP 稳定的控枪 12月 Omega 这颗雷的方向不错 哎 角度可以 换一个角度 石头后 对手能牵到小步生了 1v1 纪念道具 哦 起舞哦 涌起来了 涌起来了 没问题 高低差的位置 知道反坡有Monster 对 低高打跌 龙宗泉补上枪 Monster直接被放到 而在防御下面的队友 低时间是 架不了的那个位置 直接补掉 补掉再拉回去 非常的稳 吃个街 拿个采访席 小左找了 不机会溜了 你们玩 哦 被看到 被AZ看到 但AZ那个位置 响了枪之后 自己 ACG已经被扶起来 DT赶紧支援一下 屁股外的人还没卡 可以正面 天霸世界开到了 FM坑里 瞬间没点 小九还在倒车 马东西 直接被秒掉 顶破Coco FORGAN来了一波补枪 正面DT NINJA跟天弟弟也支援来了 马卡巴卡 想要顶前面的反坡 DT还有三个人 暴战还能继续操作 右边晃到了 看到了没有前压 他 怕头上踩人 没有办法拉位置 是的 他远连小路在抽 很头疼 进圈的角度不好找 马卡巴卡这个位置 只能够收枪 拼命了 又是雷又是伞 全员招火 爆伞翻墙 翻下来直接打掉 小九等了半天 在这个坑里边 埋着一个 其他队友 盲炸一波 确实没炸成功 自己无奈 最后也是被 马东西 和雷给带走 所以 NINJA的一波出枪 然后落到自己身边的子弹的数量 也挺多 打到没有子弹 再往前去冲 OM全员抽把 这个山坡怎么下 这一棵树 在这个厕所里边还有一个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 PUBG官方的这个滑板了 从这个山头滑下去 只要我的速度够快 你的子弹就跟不上是吧 行可以 会Q 来了来了 2打1的攻防 26楼上 S2RK已经准备好了 千万换686 丢了个火 又上不去了 再冷静一会 就硬拖了 全新南部切脚了 RBS 这局吃了有机会 他现在这个房子的视野太好了 虽然 不过 视野确实是可以 因为决赛圈 就是在他的正北方向的这个平原当中 感觉TYE一旦进入到这个5-6阶段的时候 整体的那个侧面枪线角度的预防就 总会出现这种瑕疵 安阳 作为TYE得分能力最强的选手 近年还是被打掉了 侧面DSS也被淘汰了 那这样防区的战斗已经结束 悟空踩到了边缘房 成功的拿下 悟空的分数也足够了 场上前面的三个大哥全在 还有一个大哥是满 阿托克斯上车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没有风起不烟 直接被吓下来了 这过点两枪 一枪剩一枪投 燃起来了 10个淘汰 来了 小雨也没了 这局超爽了 这局是真的爽 对这局是超爽了 真的 继续对对 啊 张大几格 是的 可惜外围就滅了 哇是反波 爱奇 爱奇被灭了 啊 爱奇第八名 三十二分卡住了啊 南部是残边悟空 悟空他们被盯上了 博良倒了 只剩弗莱英一个 永远骑摩托车拉近点 还有载具能用 知道就在反破下面了 没什么地方能呆了 圈形也给到了右下角的切脚 是 找到了 哎 秒了一个有补枪 没问题 但是弗莱英打完人以后 直接拉了个雷 小路被淘汰了 大哥都说 技术如何 三分球 球进了 只剩弦子 在外围的人安全 他不敢动 他头里上还有FM 他这个时候只要蹲起来都会被打 现在显示器一关 爱咋咋的 大概率还有可能会被冲 你知道吧 FM现在是有车的 但是阿伟拉过来了呀 阿伟拉过来 这车体要吃雷了 哎 旺仔 这个人头还被K的一些 FTY现在 阿伟一放枪 后面有巴斯卡出现 吓一跳 鼠标都要甩飞了 这边一颗雷 许生直接被炸倒了 张大哲 关键时刻 这颗雷立了功 要往前面去顶了 不能给机会 让你去扶人 打掉F 对要反轻了 龙将军再反坡 战斗力有点猛 哎呦 这个出现的效率 DPS也太高了 但愚人补枪了 人头要被K了 人头被永远K了 嘿 打攻了 哇 这无人哪 那个时候想等一波协同 就是打得更稳一些嘛 对的 我没有收掉 看排名分加上去 来了 这就是前面我们说的 确实没有办法 但他只是倒了 只是倒了 RBS 能扶吗 扶不了 只能看小虎了 扶不了 走到顶上 一打二 扩大自己的这个视野 小虎 小虎走过来了 他能扶队友 没有延铁 没有延铁这个位 对